每個人都會說別人恐懼我貪婪 但是為什麼每次到了需要貪婪的時候呢 需要人氣我取的時候 幾乎所有的投資人都站在錯的那一方 我們12月27號就領先市場獨家跟大家分享 台股上漲的機率是100% 結果呢到封關之前啊 大家這一段時間都拼命的在賣股票 賣到今天為止啊 大盤還是漲了快要1000點 那這兩天呢是最後封關前的最後這兩個交易日啊 當該賣的都賣了 不該賣的也賣了 我認為啊就是絕佳的進場點 盤面上有哪些股票是值得報股過年的 千萬不要做過今天的節目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啊 據封關倒數 扣掉今天 明天就是最後一個交易日 到底要不要賣股票 到底要不要爆股過年 或者是你要爆股過年 到底有哪一些股票 是值得你爆股過年的 在開始之前呢 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來 這個女生大家覺得漂不漂亮 大家覺得她是 一個路人甲嗎 大家有沒有看過她 看過的 有嗎 猜得出來她是誰嗎 導播你猜得出來嗎 好猜不出來 他說猜不出來 好 猜不出來我要公佈答案了 來 她是 看出來了吧 還看不出來 她是張子儀啊 大家都沒看過嗎還是 年紀的問題 導播說她太年輕了 所以沒看過沒聽過張子儀 張子儀在紅的時候她還小 還在念小學 好啦我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今天特別跟大家講一個這樣的一個就是 你看化妝之前跟化妝之後 那化妝之前你以為 他只是一個路邊的一個路人 結果他化妝之後 驚為天人而且沒想到他是個 大明星 我要跟大家講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很多投資人啊你會被眼前的 很多利多跟利空啊 蒙蔽了你的雙眼 你會覺得很擔心很害怕 尤其是越到封關之前大家都拼命的賣股票 賣股票賣股票 賣到今天為止 大盤是狂跌了1000點還是2000點 沒有 大盤是漲了1000點 那你說旁邊上有多少利空來 隨便啦最近報紙隨便你看都是利空你看到都很緊張 那你看到這麼緊張大盤到底跌了 美股到底跌了全球股市到底 跌了嗎 你看一下 經濟學家 預估今年 會衰退 對不對 儘管通膨壓力減弱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 分析師媒體都會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通膨壓力減少了啊 明年 會是不錯的一年 然後 經濟學家就要給你唱衰一下 就說 明年 今年的經濟會陷入衰退 那陷入衰退那股市聽起來好像 好像就不能投資喔 今年都不能投資喔 再來你看 美國前財長 桑莫斯也是持續跟大家分享說 你看 美國可能會經濟衰退啊 但是 那個FED加息的週期就會結束 那 就是說衰退大家看到衰退就覺得 不能投資 那如果你站在股票上的立場 或你站在大盤的立場 理論上 你最近應該在盤面上看到很多很多的利空 對不對 衰退啊 像 我們不要說美國啦 台灣好了 台灣的景氣燈號現在已經進入衰退了 現在是那個 藍燈嘛 對不對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衰退的藍燈 綠燈是行嘛 綠燈就是一個正常的 一個經濟狀況 但是你已經到藍燈了 就是你經濟真的在衰退 但是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台股 跌了嗎 完全沒有跌 沒有跌 而且呢 從我們12月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其實如果你有持續看我們節目的話就知道 我們在12月27號的時候就跟大家分享 台股上漲的機率是100% 從那個時候算到現在 其實已經漲了快1000點了 你看那時候 14000嘛 現在是不是快到15000 是不是快到1000點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很多的利多跟利空 或者你看到那麼多利空是不是長得好像 長得很醜的一個路人 但你沒有想到他其實是一個大明星耶 所以 投資股票就是要在大家都不敢投資的時候你要進場去投資 你會發現 版面上還有很多利空的新聞 都沒有跌今天早上你又看到很多利空 三星又要砍金元代工的投資 來對哪一家公司最不好 聯電 聯電 那你看一下聯電今天是跌到哪裡去了 也沒什麼跌 利空沒什麼跌 再來 很多人如果說 你看到這樣子的利空沒有跌 反過來說 如果說經濟很好 那是不是代表說公司的基本面很好 公司的基本面很好 股票就一定會大標嗎 不見得 你看 最近來講 大家只看到長榮 長榮說員工 就是 拿了40幾個月 的年終 羨慕死 每一個人 每一個都羨慕死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家設備廠 也是發了40幾個月的年終 47個月最高 你看 加登 加登他能發 47個月的年終 你說他這家公司 獲利好不好 不棒 但是 你覺得他獲利很好 你去買他的股票 你覺得會不會賺錢 我告訴你 他持續震盪而已 幾乎可以說是 沒什麼漲 你看 他過去來講我們從基本面來看 他12月的營收 還是在創歷史的新高 你看 這夠漂亮了吧 12月 夠漂亮吧 創歷史新高 漲了那麼多 但是你看一下他的股價 他的股價呢就持續 在什麼200塊到 350塊之間 區間震盪 其實操作難度真的很高 你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他公佈 他公佈了12月的營收之後 你看 竟然12月的營收 是創歷史的新高 他的股價呢 其實開高走低而且還爆大量 在技術面來看 這後續我看是很難漲 那你再從周線來看他確實一直都是在 200到350之間一直來回的區間震盪 所以這樣的股票怎麼做他是一家機肉的公司 那我們抓到 基本面是好的 技術面呢既然他是持續的震盪 我們當然是 200塊 左右再去買 這就是我所謂的你投資股票不要只看基本面 也不要只看技術面你要搭配起來看 像這種線型我就會建議大家到200塊左右 不跌 就進場買進 因為他的值是真的很好的 那為什麼他不會是一檔標股呢 你看他的 營收毛利都是比較 算是高檔就是持平 他沒有一個成長性 那再來呢你看一下 這是基本面很好的公司 那基本面 普普通通或者是有成長的公司 或者是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的標股高利 高利的話你看我們今年來講 應該是去年 去年底就跟大家分享了 大家有去看我上那個 這不是新聞 幾乎常常 每一集都在講高利 高利 但那個傑伯現在轉型了變成什麼新聞王 但是不重要 我在上的時候就一直跟大家分享 高利這張股票 結果他果然是夠標 夠標一路標 標到今天為止你覺得他要下來 他永遠不回頭 就一直維持在相對高點 跌都跌不太下來 從100塊 漲到現在175塊左右 那漲了快要兩倍了 那你就看他基本面 他基本面說真的 他基本面沒有像那個你看一下 他的每月營收有沒有像就是 剛加登一樣 再創歷史新高 沒有 沒有但是你會發現他就穩定 不斷的向上墊高 所以呢他為什麼之所以成為標股 因為他成長性比較強 這樣聽得懂吧 好所以呢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要講到這邊就是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被很多的利多跟利空給蒙蔽了 又比如說呢 那個 這個大家應該都認識 房市專家 顏秉立 你看一下他 之前的預告 其實我 我真的覺得我看他好久的一些新聞 他已經看空房市好像蠻久了有一陣子了 不管他對房市的看法如何 你看一下2023年Q1房市 緩跌 對不對緩跌暗淡的月 跌 緩跌 亮縮 那就代表說 房市 好 還是不好 這樣看起來 專家預估 就是不太好 那你看在這麼不太好的情況之下 房子 建商相關的類股 狂跌 暴跌 崩跌了嗎 來我們看到 愛三菱今天 今天大漲超過半根漲停板 突破前部的壓力 來愛三菱 愛三菱 難道是電子股嗎 愛三菱絕對不會是電子股 是營建股吧 營建股也是漲了 那你說緩跌 政府打房 有沒有影響 沒有啊股價還是照漲 也就是說大家不要被很多事情給蒙蔽啊 再來你看到藥華藥 藥華藥去年前年來講真的是一檔標股 標到大家都認識張軍令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張軍令買這檔股票 暴賺 不用拍戲都 變成小富婆了 那說真的 他這家公司真的賺錢了嗎 沒有 你看一下 單季的EPS 有沒有賺過錢到 上一季 最新上一季 2022年第3季有沒有賺過錢 拍謝沒有 都賠錢 但是你看一下他股價 狂跌 崩跌 暴跌了嗎 沒有 沒有 所以你看 藥華藥 為什麼股價到今天來講還能維持在500塊附近 就是因為大家對他有想像空間 因為他營收好像有維持在相對高檔有持續向上的可能性 所以投資股票你不要被很多表面上的利多跟利空給蒙蔽了你的雙眼 最重要是什麼 你要堅持走 對的路 你會發現很多專家我不要講訓練有數 這麼難聽 我只能說 他們被他們的知識 給限制住了 跳不出去 就像 那我前陣子或者我昨天有看我昨天寫LINE的 朋友們 應該有看到我說我 上上個禮拜 1月就是1月3號 去參加一個節目的試錄 當天啊 當天我印象超級深刻 當天啊 開盤我們10點半試錄 一開盤 韓國指數破底 台灣也跌了100多點快要破底 快要跌破了14000點 當下所有來賓都看空 幾乎所有來賓都看空 只有我是看多的 他們為什麼會看空 因為當天你看到指數在往下跌要破底 他只看技術面他的知識他的範圍他就只看 技術面 主持人也一樣 全部都 看空 那只有我說 那個因為要發現金 或消費券我那時候還不確定到底是發現金來消費券 但是我就是確定因為政府有多了4500億 那這一塊呢 因為 民進黨 就是政黨現在的一個民調不高 連他自己的立委都說出來要發現金了 那你說有沒有可能發現金消費券 振興券 絕對有 所以我們是根據這一些去做評估的 說 算出來說他就是會發現金會發消費券 發了以後我們再 根據過去的資料去統計 不管你是發消費券發振興券 台股後續半年 都是漲的 那你說 我當然會大膽跟大家預告說台股上漲的機率就是100% 那也就是說很多專家很多學者啊 他們都會 把投資啊 然後就一直都是限制在什麼 限制在他們自己所學的範圍裡頭 如果學技術面的他就會看到破底就跟你講很危險 會持續跌 學基本面的 看到剛剛你看到的那個藥花藥 都沒賺錢他就絕對不會去投資 像藥花藥這種股票 但是你沒有投資藥花藥這種股票 這樣你就會措施 從100塊 漲到500塊的一個 大標股 所以你想要錯過這些標股嗎 如果你想要在投資市場上啊 那個 領先市場或者是你要賺到 賺到最多錢你要從 這個市場上賺錢啊我認為你要拋開 很多的枷鎖 不要說 那個沒賺錢就不能做 那個 我想做那個我不想做東挑西選 最後你都會措施很多的機會 就好像 今年來應該說去年 去年其實電子類股都很慘 去年電子類股很慘的情況之下 很多人在台股上啊 就只做電子 你會發現去年都是賠錢 但去年有沒有標股 去年很多標股都不是電子類股 所以你要 拋開電子類股的枷鎖 你才能去賺到原物料 你才能去賺到軍工 你才能賺到這些錢 對不對 好所以呢我覺得 投資啊你還是要想 想的是未來 你要想的是未來有什麼機會 盤面上有什麼主流 可能是下一波的一個焦點 好來你看一下我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呢 我們持續就是跟大家命中 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已經完全命中了 包含什麼 10月25號台股在最低點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台股沒有1000個傷心的理由 只有堅強的理由建議大家不偏不移做多 就從10月25號 10月25號台股是不是最低點 我們就不用看 看一下台股 台股是不是10月25號是不是最低點 來這邊最低點 最低點的時候盤中 我跟大家講 就是偏多 來他從最低點是不是一路漲了快要2000點 從最低點是不是一路漲 一路漲漲了快要2000點 對不對1500嘛 然後再來呢 在12月16號修正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下周才是最好的進場機會 建議大家要 增加現金 對不對我說下一周 下周四下周五再逢低布局 12月16號盤中 來12月16號盤中是什麼時候 來是不是在這一天來看一下 是不是這一天 12月16號 12月16號 你看有幾個老師會在盤中跟你講說 那個你趕快增加現金 等待下個禮拜再進場 大部分 死多頭的老師都是一直叫你買一直買不停 你看我從這邊開始避過這段修正 到下個禮拜就這附近 是不是就是比較好的買點 你現在回頭一看 是不是就漲起來了 好再來 你看 你一步一步的加入了我們的LINE的話 你就一路一路的印證到今天 好從那一天開始 來從修正完之後呢 我們12月27號我們就跟大家預告了 12月27號我說 政府啊 超收4500億 再加上選舉過後民調不高 會發振興券消費券這些的機率是 很高的 那既然發了大盤上漲機率就是100% 我們已經 跟大家預告在前面 12月27號 12月27號之後呢 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 12月31號那天 蔡總統記者會說不發 他即使說不發我們在1月2號那天 我們放假還是在家裡寫文章 跟大家分享 你看1月2號我寫 農曆年後還是會發現金跟消費券 因為連黨籍立委都要求要發了 那我們也幫大家整體出來 發三倍券發消費券發 五倍券後續上漲的機率是 你看 消費券漲65% 三倍券漲33% 五倍券漲13% 所以呢我才會跟大家預告說 發現金上漲的機率是100% 所以你看從12月27號 12月27號是不是這一天 這一天開始我就說上漲的機率是100% 你看這幾天是不是很好的進場機會 一路向上漲了1000點 那你說 老師我不知道買什麼來 不知道買什麼我還跟你講 0050056 我連0050跟0056 都寫給大家了 0050有沒有賺錢 你買0050 你買0050有沒有賺錢 是不是都賺了 你看0050 0050你這樣遮出來是不是向上漲 是不是漲到今天 都還在相對的高等 有跌嗎 經濟衰退了 經濟衰退了有跌嗎 來大家都在賣股 0050有沒有賺錢 你有沒有維持在高檔 好來0056也跟大家分享 0056 是不是也是相對的高檔 還有我們節目也跟大家講 00878 是不是都漲 是不是全部都漲 好來而且我只講一天嗎 再來 1月5號講 1月6號 我說再怎麼保守啊 你也買個0050 0056 00878 自己賺賺紅包吧 你有沒有都賺 有沒有賺 有沒有賺 1月6號 你看你加入我們的LINE 都直接賺 你看台灣50是持續向上 對吧 然後呢 上個星期啊 1月11號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說品種資金一直在賣 但是台股也跌不下去 那我說這幾天 就是星期一或上星期五 他們賣光了 賣光了之後我認為指數就會向上漲 來他們賣光了我認為啊 會盤整向上 今天跟明天都是可能是絕佳的進場機會 你看到印證到今天為止 還是完全命中 你看台積電 我那時候還跟大家講說台積電法說會完 還有CPI公佈 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擔心 公佈完就是漲 有沒有 我說公佈完就是漲 CPI公佈完就是漲 都跟大家分享 你看 台股 台積電 講完 公佈完法說會 是不是就漲了 對不對 好所以呢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投資股票你一定要領先市場 你不要再看到盤面上有很多 很悲觀 很負面的訊息啊 導致讓自己本來會賺錢的 結果不小心賣掉 反正就變賠錢了 那為什麼我那麼有信心 除了發現金之外 我說新台幣啊 新台幣一直在往下升值啊 我說 外資會歸對 你看我們再次領先市場了 歐系外資歸對 回補金融股 有沒有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新台幣一直升值 台美利查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外資來買台幣要幹嘛 難道要定存 不會啊 他絕對是投資絕對是要 到股票市場上去嘛 好所以你看又再次命中了 外資歸對 有沒有準 所以呢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加入我們相關的 Line 你就會措施很多 領先市場 跟大家 預告的一個 重要的資訊 所以還沒有加入我們相關媒體頻道的 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 掃瞄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加入我們的Line 跟YouTube的頻道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請你打 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有任何的問題 都非常的歡迎大家來Line這邊 跟我就是私下聊聊 只要沒有涉及到我們會員權益的 一些就是狀況 比如說我有叫了股票 我就沒有辦法回答你 或者你不要問我說 老師這兩股票哪一個點位可以買 這是違法 違法 因為 法規有規定說 一定要是會員才能跟大家講說 確確的 進場或出場的點位 好我 盡可能的在Line上面跟大家就是 就是分享一些重要的一些就是 財經投資的資訊 好所以呢 還沒加入的真的要快 而且你看一下最近來講 你說 大盤是偏多 我們也真的實戰做給大家看 大盤偏多所以從12月31號開始 我就跟大家講 我就說我們當沖台子期都是持續偏多操作 12月30號賺 1月4號再賺 我們這邊一生是從1月開始賺 從1月開始算 其實我們每個交易只要有進場的都是賺錢 算是中間可能有 停損5點 然後又再進場 然後再賺錢 當天都還是賺 你看1月4號賺了30點 1月4號賺兩次 又再賺一次45點 第二勝 來1月5號呢 賺10點3勝 1月6號呢 在14380 買進 那當天狀況好像有點不是很好 因為你做期貨當中有可能當天是修正的 所以我在 14375先賣出賠5點 賠5點之後呢 1月6號我們當天再一次進場 在14360 14360我們進場之後呢 來馬上在14380出場賺20點 所以賺20點應該扣除這個賠的5點 那我不是還賺15點嗎 都是1月6號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1月6號還是賺錢的 當天我們還是賺的 好再來呢第4勝的部分就是 1月6號 第5勝呢 第5勝1月10號你看二連勝 第5勝1月10號 賺25點 1月11號 1月11號這邊又賺了 是三連勝 三連勝的話你看在 1月12號這邊不是四連勝 四連勝是不是1月12號賺85點 賺85點 這邊五連勝 1月13號 五連勝 所以你看我們就是堅持做多 那今天呢 一樣堅持做多 我說大反環境大方向是偏多 你當從台紙級當然也是偏多操作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修正下來的時候偏多操作 到今天 到現在還是賺錢 如果加上現在其實已經六連勝了 那你不知道在期貨上要怎麼當充 那你要 想說 從明年開始 就是農曆年後 你想要重新翻身 我建議大家 可以就是 現在就趁過年期間好的 充實自己 那我們這邊呢 最新錄製的 線上課程呢 我們從零開始 從零開始 教大家基本面 技術面 而且呢 我沒有令習 跟大家分享說 我到底怎麼做到 台紙 騎19連勝 其實你只要簡單應用 KT指標跟 布林通報 你就可以達到 19連勝 那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講 現在呢 因為 下星期上限 就這星期要上限 這星期上限的話 我們有預購價 預購價的話我們原價是 5XXX 盡量前100名 有半價優惠 名額快要用完 如果要報名的 真的要快 至於旁邊上有哪些股票 值得大家留意的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跟大家分享 好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我想 剛剛講完大盤盤勢之後 你會發現 我們都已經預告在前面了 說台股會漲 就是會漲 說要發現金 就是發現金 那到今天為止 你還不相信嗎 已經完全命中了 我說外資在賣股票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新台幣 在升值 新台幣在升值 代表國外的資金 一直在匯進來 匯進來 外資調節 股票 他沒有匯出去 他隨時都會再進場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 我們呢 我們不是算命先 我們不是賣藥的 我們是根據很多的跡象 幫大家整理出來之後 看到 就是整理出來一個結果之後 跟大家分享 你看 你現在一一的驗證我 是完全命中 至於 盤面上到底有什麼股票 是值得大家分享的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投資股票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 領先市場 提前布局 你要領先市場 你才能買在低點 你買在低點 你才能贏在高點 不要每天都在那邊 追高 追高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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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追到最後永遠都是在 追高 渣低 都是賠錢的 大部分都是賠錢的 那你要怎樣才能領先市場 提前布局 就像我說的 你不要只看基本面 你也不要只看技術面 你也不要只看總經面 總經面 基本面 技術面 產業面跟消息面 利多利空全部合起來 你再去做判斷 你這樣子才有辦法領先市場 提前佈局 比如說在12月的時候 12月的時候我再往前一推 掐指一算 我看到 我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的是未來 我幫大家看的是未來 不是現在哪一檔股票在漲 我要判斷的是未來有哪一檔股票會漲 所以我幫大家看到的是農曆年 農曆年的時候會有什麼電商 大家現在最近那一陣子又很冷 我就想到很冷 大家就不想出去採買年貨 那你就直接網路上按按按就可以買得到的 那不就是比如說像富邦煤嗎 8454富邦煤 有沒有 從12月開始是不是一直漲 12月來12月不要說1月 我1月讓11月讓你啦 好不好假設我12月開始講的 你看是不是一直漲一直漲 一直漲 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一直漲 有沒有漲 有沒有跟大家講到漲才跟大家講的 已經領先市場跟大家分享了 又或者是91APP啦 雖然說這幾天漲勢比較弱一點點 但是你看他12月的狀況 修正完是不是持續的上漲 沒有錯吧 對啊 好再來呢 所以呢我那時候才跟大家分享 農曆年的概念股 也就是我看到的未來 我跟大家分享說 農曆年概念股 有哪一些值得大家分享的 又或者是什麼 農曆年大家不想要 不想要出去玩 外面車太多 而且住宿真的很貴啊 真的好貴喔 大家現在有在規劃的 第一個你現在應該是 就是租不到了 應該說訂不到飯店了啦 再來訂到的也非常貴啦 動不動就是要一萬五一萬八兩萬啊 一天啊 我們訂過在什麼 下都嘛 下都一天啊一萬八兩萬 四人房帶小朋友家人出去玩 貴死了 貴三三 所以很多人要出國 好那又或者是你不要出國 你就是宅在家裡 怕點東 怕點東的話你看一下 怕點東我們就電玩概念股 來我們看到電玩概念股的部分 電玩概念股我也跟大家講 你看2393星象 星象有沒有從12月開始 有沒有 11月假設讓你啦 從12月開始算 你看一路上漲 一路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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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到今天 也不過就修正而已嘛 是不是一路漲 有沒有看到一路漲 一路漲 這就是我講的 你投資股票你要想的是未來啦 那到今天為止有什麼未來 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來我已經幫大家規劃好了 什麼 第一個 中國疫情擴散得很快 比想像中的最更快 也就是你看他現在染疫人口已經到92%了 染疫人口到92% 現在1月我估計3個月 3月應該是3月 3月他們應該就完全恢復正常 既然他們完全恢復正常的話 他們人就是可以脫口罩可以自由的進出 一切經濟恢復正常之後 本來戴口罩的啊 不注重臉的啊 男生不刮鬍子 女生不化妝 那現在呢 可能口罩都要拿掉了 口罩都要拿掉的話 家就會比較注重面子問題 那面子問題的話 那就醫美相關的類股大家可以留意 比如說像加一啊 加一這兩股票我們也講很久 這兩股票你看一下 也是在我們農曆年節概念股裡頭 那你看他做什麼的 光是看洗腎 洗腎台灣市占率 你看49% 就夠值得大家投一支了吧 現在有多少洗腎中心 台灣有多少人在洗腎 那兩岸同文同種 你不覺得一樣是受惠嗎 老師你剛才不是說 是醫美嗎 怎麼變洗腎 來他旗下有投資耀芽 還有酒育 耀芽就是從事醫美的 那子公司從事醫美的 母公司不會受惠嗎 一樣受惠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他又有洗腎 他洗腎的話就有基本盤 他業績基本上就不錯 在科研也是我們講很久 科研做玻尿酸的 我自己本身跑步 跑到現在 膝蓋都有退化性關節炎 也是要打玻尿酸 那如果你有臉凹的問題 也是打打玻尿酸去填充 所以我認為在老人化世界 玻尿酸的應用會越來越廣 越來越多元 需求越來越高 所以我覺得科研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再來立峰的部分 立峰我剛剛講 中國現在要美容 因為他們準備要拿口罩 你不要等到拿掉口罩之後 大家都已經做完美容了 你再去佈局 那個你就已經不是領先市場了 你現在進場還算是領先市場 所以你看他旗下美容品牌 克利提納加盟店 3700加 夠多了吧 美容加盟店 所以未來都是有機會 因為他應收報復性的成長 而且股價技術線型是非常漂亮的 耀芽 耀芽的部分也是就剛剛講的 他嘉義旗下的一個子公司 就是做填充的醫美相關的一些銷售 所以你看他的股價非常的漂亮 一步一步向上墊高 台股在修正他也沒修正 從12月開始是一路向上漲 這也是我們跟大家講的 再來飼養的部分 大家都不用那個遠距交學 都要戴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的話 這檔股票我說 很多股票啊 同一個產業 我建議大家要選新的 不要選舊的 因為呢選新的話 籌碼比較乾淨 像四陽這檔 籌碼就比較乾淨 所以你看今天說漲停就漲停 你感覺不出來 年前啊 年關前大家還拼命買股票 你在賣股票嗎 來金碩也是 你看同一個類股族群 做隱形眼鏡的 那都在漲 那你不覺得這個類股族群 就是有人在操作 就是有它的主流 就是有資金在進場 所以這兩檔股票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再來呢 我覺得最近有很多很悲觀 過去就很悲觀的人 這邊講那個旅遊啊 航空類股沒救 但是你看一下這兩天的新聞 五個小時有7000個旅客出境 五個小時你看 桃園機場現在塞爆了 過年十天連假大家都出國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下都貴番了 而且凱撒還訂不到 肯定凱撒 很多飯店現在都訂不到啊 而且訂不到又貴 那我乾脆貴個機票 我貴個機票我出去出國玩 國外沒有過年 國外比較便宜 所以大部分人 很多人都準備要出國去玩 而且擠壓兩年的需求 就要爆發了 那你說 你現在他的營收還沒出來 你先進場 還是你要等他營收出來爆炸了 大漲了 營收報復性的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你再去買那一檔股票 你覺得什麼樣的操作方式才會賺錢 是先買 營收創新高獲利了結 還是營收創新高的消息出來之後 你再進場去追 你覺得哪一種投資方式比較好 那如果你要選擇 就進場再去追的 那我只能說個人選擇 那我們會比較喜歡 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你看人潮多洶湧 到處都是人機場已經滿了 所以呢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建議大家可以看的是什麼 航空常用航 常用航 在華航的部分也可以去留意 那旅行社熊獅 之前大家看熊獅這一根 爆大量向下殺覺得沒救 但是說真的下殺完之後 它震盪震盪之後 沒有再創新低 沒有再創新低 從技術面來看啊 就是守住了 再來三副表現其實也不錯啊 再來鳳凰的部分 表現其實也還蠻強勢的 好那雖然說你這樣看起來 好像不是很強耶 老師 你看一下今天的奔石毒 你看跌下來之後馬上一路向上漲 大家不是都說過年前不要爆股過年 為什麼有買盤要進場 跌下來之後 一直拉拉拉拉拉上來 三副也是一樣 為什麼買盤要跌下來之後 進場一直拉拉拉拉拉上來 啊不是過年前了剩下兩天了 為什麼還要買股票 精華也可以留意一下 對不對 好所以呢 你看這類股族群啊 旅遊觀光類啊 就在包含農曆年概念股裡頭 我覺得這些股票還是值得爆過年 不是農曆年過後就結束了 但遊戲類股要小心啊 遊戲類股可能農曆年後 他可能就會稍微比較不好一些 那你下次要再佈局遊戲類股的時候 你要領先市場 就是在什麼 暑假之前有修正在進場去切入遊戲類股 再來呢 盤面上還有什麼比較有未來性的 我認為還是無人機還是軍工 為什麼北韓也派了幾台無人機到 到那個南韓那邊 結果呢南韓還抓不到抓不到之外呢 還軍方還派那個直升機去追 還開了一百多槍 結果還打不到他們的無人機 那從烏爾戰爭之後 其實無人機的應用是越來越廣 那所以呢無人機未來就是一個大方向 所以軍工類股啊各國來講都在烏爾戰爭之後 都會提高軍事預算 竟然提高了軍事預算 相關類股租軍 還不值得你注意嗎 來我們看有什麼 英邦你看是不是夠強 有什麼做伺服器相關的 切入軍工工業電腦你要去控制 控制你的無人機嘛 那今天是不是漲停 今天又漲停 水 雷虎你說他要死了 營收很爛爛東西 很多人都說他 他的獲利根本跟不上他的漲幅 可是你看他死了嗎 也還沒啊 也還在40塊附近而已 合成 馬桶 大家都看不上馬桶類股 其實你看他死了嗎 也沒死啊 還是維持在17.5之上震盪 駐龍的部分做那個飛機機身結構零件 你看他也是維持震盪向上 漢翔也是一樣 這不用我講了嗎 台灣最主要的軍工跟國防部關係 最好都叫漢翔了 JPP的部分也是航太領域相關的零組件 你看他走勢就相當強 為什麼他營收就持續的在成長當中 寶一啊也是航太零組件的 那這些類股族群當中 我記得之前跟大家講過一檔 我認為這一檔是航太的天才 我認為這一檔是值得大家重壓布局 為什麼 我說過了 股票投資要投資新的 你要投資新的才有機會 新的航太類股 我認為籌碼是比較乾淨 是比較有機會向上衝刺的 好那如果說在這一群 剛剛這一群類股你不要 航太的天菜 航太天菜是我們清代會員在重壓的 那你不要航太天菜 這些類股族群你看一下銀幫 你有沒有機會挑出銀幫 只要你懂基本面 其實你是挑出來的 我給大家看 來如果你懂基本面 你把這些類股族群 找出來之後 你去找基本面 基本面你會發現 你看EPS 黃色這一條線是不是最高 黃色這一條線是不是最賺錢 黃色是不是就銀幫 你看銀幫 是不是最賺錢 其實你都可以查出來 每股進值誰最高 來黃色這一條線 是一路向上不斷在創高 來是不是銀幫 所以銀幫呢 那就是最值得大家投資的軍工股 所以你如果 知道 基本面你懂基本面 你光是看這個圖 你就知道要投資哪一檔 所以在這麼多檔裡頭呢 這麼多檔裡頭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選出銀幫 來銀幫這邊呢 修正正當不跌三五天 不再創新低 那不就是一個新的進場機會 結果就漲停漲停 連漲兩根 漂亮吧 所以你是不是懂基本面 懂技術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銀幫 如果你到現在還不懂 你一直用過去的方法 一直在繞圈圈繞圈圈 最後的結果 就是不斷的在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還是賠錢 所以把握過年的期間 不要浪費時間 過年期間啊 跟著我們一起來學線上的課程 就是我從零開始教大家 基本面技術面 你就不用擔心說 啊老師聽不懂怎麼辦 而且我不嘗試 我都把啊 我怎麼樣做到期貨十九連勝 都會免費 不是說免費 就是在裡頭啊 無私的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會跟大家講 什麼KD指標到底怎麼用 BB通道到底怎麼用 那我們也會搭配 全部交完之後呢 我們融合基本面技術面 幫大家跟大家分享說 我怎麼樣去找到這些標股 獲利一百三十趴的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 就是在預購 有一個驚喜價 前一百名有半價優惠 想要趁過年期間呢 好好的就說 從頭開始 就是學習基本面 技術面 改變自己的操作方式 我相信你明年年後的投資一定會更順暢 從過去賠錢變成賺錢 所以想要加入我們一起上線上課程的投資朋友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這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喔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